整个社区布满了黄泥水 不少居民的一楼都泡在水里 吉达州首府亚罗士达市 发生了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患 长潮加上雨季 让吉达的地瓦地区 全都变成了水箱子国 趁着退潮的短暂时间 刺激志工赶紧动员关怀 来提供受灾居民必要的协助 祝福您啊 我们还有在这边 外面还有东西 要我们帮忙跟我们讲一下 要点心吗 我们有面包跟水 好 请这家淹水 要把它们的东西添糕一下 所以把它添糕了就 晚上他们睡了比较安全一点 不用去想那些东西会淹水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水 志工关怀不缺席 陪伴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达爱新闻 由近辈王素月王哲卫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